台北市产发局林重杰林局长 台东县国际处于明君于处长 台北摇篮计划共同创办人 严露友言校长 以及台农发的陈玉然陈董事长 好时好事的陈红玉陈董事长 在场的所有贵宾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用远去预录的方式来参与这次活动 和大家一同见证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大师 Dr.David Nino所带来的领导驱动创新 催生食农成长心机课程 其次我要感谢好时好事基金会 积极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合作 从2017年成立以来 就以Beyond Food超越食农好食好事 作为计划主轴 展开多场的创业体验活动 参与对象 据我所知涵盖了 有意往食农领域发展的青年朋友 产官学员以及新创圈里 有意来改变食农产业的意见领袖 我想作为社会创新的推广者 我要借这个机会来鼓励社会各界 多加支持有志于创业 以及针对机油产业进行创新的朋友们 特别是在食农这个领域里 只有透过持续创新 我们才能营造出对于生产者消费者和生物圈 都更为友善的环境 从而达到SDG12 也就是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循环 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 在此预祝好时好事基金会 食农创新领袖营的课程 能够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